也很開心又回到 2000 訂閱啦 然後就是 這一路找來蠻跌跌撞撞的 然後花了大概十個月吧 我還是很珍惜這一切 然後珍惜所有的願意來看我們台的觀眾 我會繼續努力好不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明年過年的時候拼個五千 就會盡力做 然後之後也會嘗試再去做一些不同類型的影片 會開始真的放一些些一些些關於我自己本業的東西 就是音樂方面的 然後之前有答應大家做故事劇情的那個 那個的話目前是處於一個極度難產的狀態 因為這類型的影片我是第一次做 然後所以其實相當的沒有方向 想要看到什麼東西或者是想對故事劇情介紹 這個系列有什麼期許的話 也歡迎跟我留言也歡迎跟我講 然後就也會把這些想法記錄下來 那其實這兩千訂閱對我自己來說 有點算是稍稍比較覺得就是只是回到一個以前的基準點 所以我其實本來沒有特別想要做什麼慶祝活動 那目前的話就是想說會換之後的 之後的那個影片的亨條 那我現在還沒找到會師 那還在找到狀態 然後可能之後 畫好了之後就會換給大家 這次吧就再次久違久違久違的開個QA 回答 那就在這部影片的下面 歡迎大家留就是想要問的問題 那當然還是盡量不要太私人的 像是什麼我家住址這些的 就盡量不要問 我能回答我就會盡量回答 這部影片就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然後希望我們也可以趕快達成 第下一個兩千訂閱啦 就是四千訂閱的部分 然後就這樣 那大家晚安 就這樣子囉 掰掰